提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者大点范围说 任何一个文明是个什么东西 简单的模块化 它就是这四类人的集合体 体力劳动者 口力劳动者 智力劳动者 还有权力劳动者 仅此而已 无他 简单介绍一下概念 体力劳动者 供养着整个民族的生存需求的 大多数的人 那么口力劳动者呢 靠嘴皮子吃饭 上情下达 进行信息 文化 宗教的传播 那么这个智力劳动者 他就是在为整个民族提供智慧 为整个民族在黑暗中 画出一道光 指引民族的未来 指引民族的方向 那么权力劳动者呢 那就是一个领导集团 皇帝啊 大臣啊 一个权力框架上的人群 有效的组织起整个的民族 为整个民族 把握现实的航船 为国家民族文明 掌舵 就是所谓的 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那些 舵手及其随从 以西方文明为例 可以把西方文明 比喻为一艘航船 不妨称之为西方号 西方号上的体力劳动者 就是那些划船的船员 和负责做饭的后勤人员 西方号上的口力劳动者呢 那就是天天负责喊耗子 统一船员的滑奖的步调 传达权力劳动者的意志 西方号上的权力劳动者呢 用我们的容易理解的语言表达 那就是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舵手及其助手 也就是船长势力干活的那帮人 那么这个西方号上的智力劳动者呢 他们为西方号找方向 西方号船往哪里开呀 指指点点是他们的权力 是他们画出了那黑暗中的一道光 为航船找方向 这未来的航行方向 权力劳动者说了不算 权力劳动者只负责 操作现实世界的事 未来的事 由智力劳动者的远大智慧决定 我们简单描述一下 这千百年来西方号的历史 令人关注的事实在于 西方号上的智力劳动者们 为西方号画出了三道光 至今引导着西方号的方向 为西方号上的权力劳动者提供着指导 也为西方号上的体力劳动者和口力劳动者们 提供着心灵世界的共识 也就是所谓的三观 这三道光 就是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 正是因为这三道光 我们看到西方号 由木制风帆船 变成了核动力的铁甲航母 社会科学的理论呢 指导着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分工协作 人文科学理论呢 塑造出来了西方人的主流价值观 产生出了我们中国人 现在还不能够接受和理解的 自由民主人权的主流价值观 在我们中国人的眼界中 这个世界只有西方号和东方号的竞争对立 对东方号的千百年进行一番分析 看看我们东方号上 智力劳动者千年的功能性缺失 究竟是什么原因 为什么千百年来 权力劳动者很大程度上 替代了智力劳动者的工作 或者智力劳动者们 委屈尊严都成了口力劳动者 权力劳动者 说要民族自信 那就不能讲负面 他们就告诉你在1840年以前 我们的经济多么多么厉害 不是老大就是老二 或者告诉你 磕头下跪都是优秀传统 五四运动反对的东西 又都成了精华 权力劳动者代替智力劳动者的工作 有没有眼界上的局限性 把地球看成是只有东方号和西方号 是中国人的眼界局限 这种局限 每个自豪的民族的人都有 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些更为狂热的 大和号 大韩帝国号 印度号 亚利安伊朗号 斯拉夫号 万帆进度 万类双天净自由 才是世界的本质 爹法 也有点少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